现时 埃尔布尼的游泳池的开建为当地社区的居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健身之处 接着我们再来关心的是有关健康方面的资讯 那就是自来水当中应不应该加佛呢 对于奥克兰饮用水是否加佛的决定 媒体做了详细的调查 调查显示48%的新西兰人支持在饮用水中添加佛 有25%的人反对了它的使用 另外有24%的人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留有地方议员来决定 是否在饮用水中加佛的焦点最近转移到了奥克兰 是因为反加佛集团游说了汉密尔顿的居民 上个月这个地区决定停止将佛添加到饮用水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从网络上得知 饮用含有佛的自来水可能对孕妇和诱饵造成严重的后果 包括癌症 关节炎等无法治疗的疾病 而另一部分人用科学的解释是 韩佛的饮用水唯一的不足就是会影响牙齿的颜色 并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加佛的饮用水是更加洁净的水源 对于奥克兰饮用水是否加佛的问题 议会将在本周四进行相关的讨论